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爆料 元神情报局 4.7时时爆料 新角色 新活动资讯 然后让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元神情报吧 首先就是这个 官方的一些消息 这个新活动 荒荣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 这个参与条件是这个 完成荒荣一斗的传说任务第一幕 还有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第二幕 就可以参与了 这个是一个音乐游戏 喜欢音流的小伙伴们不用错过 然后这一期呢 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原始活动 这个活动是昨天发布的 活动时间是在5月6号左右 也就是今天就开启了 上午10点开启 然后是这个 凯蒂斯啊 凯蒂斯生日快乐 这是凯蒂斯的生日啊 凯蒂斯这个冷门角色吧 毕竟我有一只凯蒂斯在仓库 基本上是当仓管啊 没什么用处啊 因为原神这个角色的机制 实在实意斑斑 然后呢 这个是官方的一些情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些内鬼的爆料吧 内鬼的爆料 然后 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 就这样了 内鬼的爆料呢 主要是分为新角色的爆料 最主要是新角色的爆料 但是新角色呢 还是有的很准 有的真的很准 虽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准 但是确实有的很准 但是有的又很离谱 所以说这个 适量的参差不息 也是让这个 不错人 很难了解到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 4.7的卡池爆料 有这个科洛林德 还有海之歌 还有海之歌 还有海生 还有一个这个 弗里娜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那个 那个驴 纳维莱特没有 所以说 摄演期这个卡池 很 很强 首先就是科洛林德 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角色了 形色就是海之歌 海之歌都是个多少个版本 都没有复刻 而 我个人认为海之歌的人气是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角色 小罗绿角色 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弗里娜 弗里娜 毋庸置疑 这个 风担剧情的这个 这个比较 表演比较出色的角色 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 这个 这个砍石 4.7 注定 是一个不错的卡车 不过啊 这个消息 可不可靠 要 要我觉得 我觉得90帧好吧 90帧 这个消息 90帧是真的 新角色呢 有这个火神 火神 火神是个少女 少女角色 异物是一个美少女角色 火神 是一个红色头发的 我感觉她的头发 好像这个 赤红之刃里面 那个谁的头发 还有这个 哥伦比亚 也就是少女 异物是一个火系角色 哥伦比亚 哥伦布 哥伦比亚 所以说 这个爆料的角色 还是很不错的 又是一个新角色 OK